非洲国家苏丹在上个月发生了军事政变 一个多月了 当地的局势依然不稳定 由于不满军政府继续的掌权 当地反对派号召全国大示威 很多的民众因为不满经济持续衰退 因此响应号召 不过他们示威的方式有点另类 不是呼喊口号 也没有紧张的场面 而是唱歌 跳舞 甚至还有人在大街上打排球 在大街上打球 跳舞 狂欢 更有人席地而坐 挽起扑克牌 非洲国家苏丹共和国 上个月发生军事政变后 局势没有缓和 抗议人士展开全国大罢工 更号召人群前往军方总部外 除了打排球 还播放音乐 手舞足蹈 以轻松的方式向军方施压 要求军人交出政权 我们不必须把军人交出政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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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苏丹 民众生活最基本的面包 价格在过去几个月来翻了几倍 同样的价钱 以前可以买五条面包 如今却只能买到一条 经济衰退让民众生活得很痛苦 军事政变后 军事过渡委员会就积极和党派展开磋商 不过谈判多次陷入僵局 示威者希望过渡委员会应该以文职人员来主导 还政于民 重振国家经济 NTV7综合报道